哈喽大家好 我是有挂直说有房时评的飞云 今天我们来拍一套 Devison Homes建商的房子 这是我们第一次拍 因为这个建商它是实际上在疫情的时候 是进入德州 那么因为疫情他们做的不是那么特别的好 实际上它是去年年底才真正的进入德州 目前在我们德州除了休斯顿 还有Santonia Ostin 在部分的社区他们已经进入了 今年年底就会在达拉斯也会开盘 虽然是说在德州是新的一个建商 但是它在外州别的州 已经是做得非常成熟的 所以大家买它的房也不用太担心 而且它的理念是希望鼓励大家去建房 就是选一块地 然后建出自己想要的房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不错 如果就是说您是想建房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社区是Santara 那目前呢它是建60次面宽的和45次面宽的 今天呢我们就来拍一套下个月可以过户的两层的60次面宽的房子 它的价格呢之前呢是52万 那现在呢它是降到了47万9也就是说48万 当然如果用它的贷款公司的话还是会有一些优惠 记住用它的贷款公司基本上是要W2 也就是说我们的收入啊 报税啊都是要比较正常的才能够去符合它们的要求 地税是3.5 物业管理费呢是1200 因为它整个的匹配设施还没有上去 那如果等它上去了以后呢 将位是1600 那因为呢这个是带有门禁的 所以要额外的再加200块钱 加上白沙滩200也就是说变成1600了 学区呢是BBA 那也就是说如果孩子上高中的话啊 它也是A学区的房子 我们现在看的这一套呢 是60尺面宽的两层的四房 三个半卫生间 2815尺 占地面积呢就8000尺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很多的40尺45尺啊 基本上都是6000尺 那这个呢就是它这个标准的60尺面宽的 那如果是说有加大 你想要更大的话 你可以选个1万多尺的来建 也是有的 刚刚销售讲 那么呢它前面呢就是砖头和石头 这种比较浅灰的砖 8尺高的门 它所有60尺面宽的房子呢 建的都是8尺高的门 也就是说室内也是大门也是 1楼的所有的门 在我们的左手边呢就是双开门的书房 那这个地板呢它实际上是瓷砖啊 看到这个有点灰白的感觉 淡颜色的 右手边呢 这个是个model room 洗衣房呢 它把它放在这个前面呢 包括它的半个卫生间 那这边呢就是半个卫生间 这个半个卫生间呢 它做了一个柜子 下面有柜子 所以呢这个价格 包括它的品质啊 还是相当不错的 它的两个 热水器呢 它是放在车库的 这个比较好 比如说咱们建的话 你希望是用那个快速的 热水器的话 它现在是有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做选择 如果这个价格不一样 这边是一个衣帽间 这就是它的客厅呢 那这个客厅呢 它是十尺高的 当然它有高条厅的 因为高条厅的那个湖井呢 已经卖完了 所以我们选择了拍这一套 这一套是下个月就可以过户 它喜欢用这个画钢研的 非常漂亮 这个花纹呢 我看来是非常高级的 当然现在东西还没有装好 这边是 它的储物间 这个储物间还挺大的 这就是它的饭厅了 也就是说早餐厅和主餐厅一体的 防整量 不过呢 它有西塞 就是东西的一个草项 那这就是它的主卧 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它的地脚线呢 做的也是加宽的 主卧的卫生间 它的水龙头呢 像这些门把手主要是黑色的 也就是说黑白 还是看得非常清晰的 浴缸和淋浴房呢是分开的 如果建的话是可以把它直接做一个大的淋浴房 这个是它的马桶间 它上面呢 做了一个柜子 所以它的一些细节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刚也是跟销售的聊了很久 因为它毕竟是新的建商啊 在德州来讲的话 所以呢 它在价格方面呢 因为毕竟要做建立它的口碑啊 所以呢 还是很有很多的这个优势 我们上楼 当然它还没有铺地毯 二楼的都是地毯的 那么一上来的就是游戏房 这个就是它的空调 这个内积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比较方便的维修 那如果是非要找它缺点的话 就是美观上面不是那么的好看啊 这是楼上的一个套间 这一帽间 那呢 它就没有浴缸 实际上淋浴房呢 是很多人都想升级成这个样子 老实说客房啊 很少人会去用浴缸泡澡 而且它室卧的 它用的也是一样的光源 所以呢 还是比较量身的 我们去看另外的两间房 这是一个小房 里面有个这个小衣帽间 二楼的门呢 它就都是六尺高的 那共享了这个卫生间 因为它现在还没有铺地毯 可能看的不是那么特别漂亮 实际上现场啊 我还是特别喜欢他们用的材质也好 包括设计也好 它二楼的这个地角线呢 都有加宽的 所以相当不错 也就是说如果买它的房 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建房呢 后面的露台 带领的露台呢 它是需要加钱的 那么这个建商呢 它是所有的带领的露台呢 都是标配啊 不管是建 还是说咱们是买它的现房 而且它每一个出门的玻璃门呢 它都有做百叶窗 而且它这个百叶窗呢 是在里面 在玻璃里面特别好 那这个就是它的露台 露台不小哈 它有洒水系统 那这个就是它的后院 后面呢 是一个社区的路 也就是说没有邻居 好的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点评关注 转发 如果您有房在休斯顿 需要卖卖出租管理 请联系我们 我是飞云 美国休斯顿房地产经纪人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